在我们的眼中,印度是一个非常的奇葩的国家,有着落后的思想,在现代这种高科技的时代,他们还有着一些古老的思想,对这个世界的发展很不在意。 正是这样的思想观,很多的印度人都非常的自大,中国人对印度也是各种自己的看法,意见不同意,印度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爱情和婚姻。 我们国家的人中,有不少都喜欢跨国的婚姻,很多人都已娶一个外国的女人为幸运者,比如比较瘦中国人,欢迎的有俄罗斯女孩,乌克兰女孩等等。 对于印度的女子,中国的男子并不感冒,也不会在考虑范围,不过让人惊讶的是,印度的女子也不愿意嫁给中国,中国的男子在娶媳妇的时候会准备很多东西,主要花钱在南方,无论是车子还是房子,估计和男多女少有关系吧。 在印度,这些所谓的娶媳妇,用的嫁妆主要是女方准备,女方的家庭还要给男方钱,可想而知,女性在当地的地位非常的低,就像廉价的白菜。 有很多人对于印度女子,不愿意嫁给中国非常的不理解,其实不是她们不愿意嫁给中国,而是根本就不知道,外国的人是什么样的,外国的国情是什么样的。 小时候,我们看过西游记,印度的女孩还是给我们留下来印象,如果向上图这样的印度女子,你喜欢吗?愿意去娶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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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